北京时间11月17日CBA第八轮开打 这是联赛在国家队比赛日之前最后一轮比赛 今晚之后联赛将暂停10天迎接南兰世界杯资格赛的比赛 今晚在深圳客场对阵青岛的比赛中 南兰红队队员之一深圳队队长孟多熙盖受到撞击 当场被队友背出了场地 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的深圳102比91战胜对手 但队长孟多在首发登场之后9分钟便受伤下场 而且再也没有回到场上来 赛后主教练吴庆龙在发布会上被问及他的伤情时回答说 刚完事儿就让我拿出医疗报告 没那腰快 但是从中场休息 他自我感觉还可以 但是得进一步今天晚上回去大夫再看一下 新浪体育也采访了孟多本人 据他的描述是膝盖被顶了一下 他自己感觉并不太严重 但鉴于膝盖部位本身就比较敏感 所以已经预约了青岛当地的医院 明天一大早进行核死共振的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南蓝红队的另外一名成员 翟小川今晚也一度因为肩膀受伤上场 好在经过检查和处理又重新回到场内 近期遭遇伤病的南蓝红队成员还有周济伟赵锐 王哲林今年夏天 南蓝红队就遭遇了一波波的伤病 导致球队用人捉襟见肘 此番临近国家队比赛日 更是不想听到半点儿的伤病消息 红队的伤病 魔咒何时能够解除 陈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